TQC Plus官网 TQC Plus.org 认证内容里面的认证科目 找到这个跟我们这个课程有相关的在哪里呢 在这个所谓往下找 你可以找到关于那个软体设计的 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边就有一个什么呢 Python 有没有基础程式语言 这个Python 另外还有一张 这一张叫做 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网页资料截取分析 实际上这个就跟 所谓的网路爬虫比较有关系 也就是说 一张 比较简单 讲的是比较是Python的一些基本的 相关的语法 那怎么去操作Python 做一些事情出来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那当然里面到底考什么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以这一张为主 OK 所以你找的话 你可以找这个基础程式语言Python 这个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张更进阶的 这个是做网路爬虫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延伸性去了解 目前的话就是这两张 但是你可以把它点进去 基础程式语言这一个 这个内部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有相关的介绍 里面的话到底考哪些东西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基础程式语言里面呢 它总共有五题 也就是考五题 总共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那一百分 反正及格分数七十分钟 那考试的费用 一千五百块 那至于考试的内容部分 就是这五个项目 包含就是基本的程式设计 选择叙述 选择叙述的话 基本上 讲的其实就是逻辑 一幅 一幅判断 判断什么呢 哪一些条件呢 该做哪些事情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回圈 回圈的话包含就是 这个 最常用到像FOR回圈 或者像是FIR回圈 FIR回圈的话有个范围 FIR回圈的话呢 没有个范围 而是一个条件 OK所以 第三 那第四的话呢 就是进阶的 控制的 这个流程 实际上就是把这一二三 综合之后得到的一个 最后第五个的话 就是在考你会不会写 那个FUNCTION 就是制定一些函式 或者函数 名称 判议的关系 所以主要我们课程 是针对这一张证照 也就是说如果题目 如果你乱玩的话 你希望说 来去取得这一张 你就报名考试就可以了 那至于相关的内容 各位可以参考 这个官网上面的叙述 OK 大概这样 那总共考五题啦 那你想说题目到底有哪一些题 基本上呢 它每一类就是有十道题 然后到时候考试的话 就从这十题里面抽一题 也就是题目会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会从十题里面抽一题 也就是五十题 抽五题出来 五十题抽五题 也就是如果你可以把 它给你的这个题库的五十题 全部练熟 OK 然后呢 去报名考试之后 它就会从这五十道题 第一类抽一题 第二类抽一题 一直类推 然后呢 要你在一个小时之内 把 它给你的题目做完 然后及格分数是七十分 如果你有达到七十分以上的话 那它就给你胜兆了 OK 大概这样啦 也就是多一题又一十分好了 也就是如果你大概你会五题里面 你只要会四题 一题不会 也可以拿到证照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相关的认证 假如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稍微看一下官网 好 那再来的话 待会我会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的相关的部分 那也许 请各位先帮我把那个 第一个部分 问卷先完成好了 待会我再来说明 我们课程 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部分 是我们上课的一些重点 那因为今天 这环境部分 它不像说像Excel VBA Excel打开就有了 Python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跟你 拿任何的费用 所以我们待会会教各位 怎么样把Python的环境建置起来 比较像自助餐 那那个Office 因为它你已经花钱了 但这是学校这边花的钱 买了这个软体 所以它基本上都刚已准备了 那Python的话呢 变成自己要去做一些事情 至于要怎么做 如果待会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开启下面这个连结 第二个连结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打开这个 基本上我们就这两个东西 那所有的懒人包 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环境建置 其实非常花时间 所以我预先已经帮各位 把需要的两个环境 先打包好了 那你们只需要怎么样 把它下载下来 再安装就可以 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这边网路 频宽好像不是很大 所以待会你们先不要下载 我们看用别的方式 跟各位 那你回家之后 你可以从这边抓 也就是说你们回家之后 假如要练习的话 可以到这个云端上面去抓环境 OK 那先试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请各位先帮我完成 第一个问卷部分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路前那二十位 因为我们这一班二十位 只要两位同学还没填 不过没关系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那一班的背部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班大概快一半一半 进阶九位 入门十一位 OK 所以如果你是选入门的同学 可能你要有点心理准备 就是这门课程是有点难度 它是基本上算是一项专业的技能 也就是说你未来 你在你的你的那个 你的履历上面清单 如果可以Python的话 其实也算是一个亮点 OK 甚至如果你可以懂得用Python去做一些 我刚刚讲过像大数据分析 或者是说机器学习 AI人工智慧 影像变成等等的 那算你等于是更又上一个level了 OK 其实他能做的事情非常多 可是是有一点难度 那大部分同学希望学习的部分 大概都是基本的一些语法 跟结果控制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会带到的部分 OK 然后其他部分 另外还有同学是希望考证照 希望把它用在AI上面 希望还有深度学习 还有大数据分析 深度学习 影像变成师 然后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大部分都是自己想多学一点 OK 然后业务上我需要有六位 那其实现在各行各业 越来越多 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个工具的机会越来越大 那接下来的话 我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 大概包含了面向 那我在前一期课程 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课程 叫VBA to Python 也就是从VBA 进化到Python的整个过程 那会讲的东西内容是这一些 那方向跟我们这个课程 最大的差别 我们这个课程强调 比较偏重在症状的部分 那上一期课程 偏重可能是在 后面会带到像什么资料库 或者甚至会讲到有关网页的资料截取 另外将一般的大数据分析 会用到像开放资料的存取 甚至是从网路上捞资料的相关练习 不过这是前一期的课程 OK 那如果将来你们还有学习上的需求 也许你可以再注意一下 这个课程其实还是会在开 不过根据同学的告诉我的经验是说 大概这个课程 第一时间如果你在好像凌晨12点 是开始报名 好像就瞬间就秒杀了 OK 也就是你没有在第一时间 这个填完资料 送出那个表单的话 好像很难抢 我不知道 这一期课程好像 陈范文有跟我讲说 稍微有慢一点 而满 主要原因也跟那个疫情有点关系 OK 不过看后续好像很多人还是药药欲试 还是这个课程还是有额满 不过这个当然 我是希望这个课程能够真的带给大家 这个有一些东西 所以后面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大概分成总共有五类的 这个题目 就我刚刚讲的 主要包含就是第一个 就是今天会用到的 了解python里面的基本程式设计的一些相关概念 主要哪一些 比如说什么叫变数 OK OK 那变数其实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 反正你要 你如果需要放一些资料 在电脑里面的话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 再把它抓住 有点像剪贴部 Ctrl C 放到 那Ctrl C这个动作 实际上就等于是帮你建一个变数 那只是说呢 Ctrl C这个动作只能 一个东西 你在另外一次Ctrl C 前一次的资料就不见了 那可是在Python里面 你可以建很多类似简贴部的东西 OK 那其他还有像常数啦 如果输入 如果输出等等的相关 我后续会再说明 第二类的话就是选择叙数 如果你会用Excel的话 里面有个所谓的逻辑函数 if嘛 对不对 那其实在Python也有if 做什么 做逻辑判断 只是说呢 逻辑判断里面呢 有没有什么像简单的一重的判断 两重判断 多重判断 或者是说End跟O 连级跟交集的这种相关判断 那我们里面就有很多的範例 就要你怎么样 熟悉这些逻辑判断 然后呢 可以开始把需要写出来的结果 可以写出来 比如说你输入年龄 比如说你输入15岁 然后显示未成年 OK 那你输入什么30岁 也许给你青年 输入70岁也许老年 类似像这种逻辑判断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三类什么呢 就是回圈叙数 那其实回圈是什么 基本上回圈部分 主要它的目的就是什么 帮你重复做 OK 而且呢 是电脑最擅长的 可是却是人最讨厌的 这样你重复做 重复做 所以土法链钢 你叫人去土法链钢 倒不如你把土法链钢 重复的事情 写成一个回圈就好 那这个回圈呢 主要有两种回圈 我刚刚特别讲 哪两种 第一种叫FOR回圈 FOR回圈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 有一个范围性 比如说你帮我从这里 从1做到100 停下来 他就帮你从1做到100 停掉 OK 那FOR回圈就是有个范围性 但是呢 另外一个叫FOR回圈 FOR回圈就说 所以我不知道做到哪里停下来 我只知道说当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做 当什么情况没有发生我就不做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坏回圈 那其实回圈最大的目的 就是不希望让你在土法链钢 所以特别重要 我是觉得啦 你们应该要非常熟悉的一个部分就是回圈的写法 因为回圈主要解决什么 就是重复做的这个动作 也就是如果你会回圈的话 就可以叫电脑帮你重复做 一直做一直做 甚至呢 你可以设定什么 多久做一次 时间到做 OK 比如说我希望半夜 假如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差嘛 那假如美国纽约的时差 假如这是14个小时 那我希望半夜 可是半夜我们在睡觉嘛 这时候如果我希望抓他们股市资料的话 那你就可以写个Python的自动执行程式嘛 半夜去捞就好了 OK 然后呢 半夜呢 去帮你做判断 判断就选择叙述 然后呢 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 再通报你一下 OK 如果没事的话就不要通报你了 什么通报呢 很简单嘛 可以寄mail 用Line 用FB 各种方式 都可以帮你完成这些事情 就是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方法 也就是说 其实Python能做到什么 什么样的结果呢 其实基本上 也就是甚至可以把一个助理写出来都没问题 也就是你现在助理做的事情 基本上都可以透过程式帮你完成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会被电脑给取代的 那你可能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程式学好的话 这个Python可能会取代你的工作 OK 再来的话就进阶 进阶流程控制 就把上面这三者合而为一 然后呢 综合练习 然后第五类就是函事 大概是 另外的话呢 其实这张证照 除了基本的之外 它还有延伸 一到五类 有五题之外 它其实后面还有延伸的 六到九类 那六到九类呢 又是另外 等于是 刚刚那个一到五类是考基本的 那六到九类 如果你要加考的话 它前面就没有加基本 就是叫Python的程式 程式语言的这个证照 OK 特别是说 它其实可以拆成两张 比较简单的是基本 就考一到五类 那如果说你要再更进阶的话 它后面呢 还考六到九 六到九有哪一些东西 基本上就是包含什么 串列 宿主 集合 词典 还有什么 第八类是自创 第九类呢 就是跟档案处理有关 也就是如果 我希望用Python去处理 开档的动作 开什么档呢 比如开一个TST 成文字档 或者开一个CSV 一个像Excel的档 之类的 都可以透过第九类完成 大概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大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如果你要找到我的相关资料 其实很简单 Google关键是导吾老师 我刚刚我之前算过 在第一页里面 第一个就是我的东西 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记得好像第一个page 好像有四个连结是 是跟自我的 包括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我的像我的论坛 布落格 因为在Google放一个 在好像匹克帮也放一个 这两个好像都在第一页里面会出现 OK 那之前教的比较多课程 跟Excel VBA比较有关系 另外当然我也教过其他的语言 包含手机的APP开发 像网页设计 动态网页的相关的程式 至少超过十种以上 我都有教过 所以其实程式员对我来说 就是应用吧 OK 另外的话呢 后面当然有这个相关的 比如说我刚刚有提过 Python能做什么 像AI 大数据 云端 像影像辨识 人眼辨识等等的 或像电动车 相关应用 OK 那这是我相关的简历啦 我刚刚有提过就是Google 然后我在部落格上面 也放了上千篇的分享文章 然后YouTube部分的话 目前订阅人数 我记得好像三万多了吧 然后之前有创业经验 拿了一些奖 就创业凯摩的奖项 然后目前的话呢 就在这个一些课程上面的分享 然后也拿了一些奖项 在最近上开的课 然后最近拿一些奖项 像我们最佳人气 教学卓越 然后趋势先锋 那我的证照 我刚刚之前算了一下 大概有三十张左右吧 最近呢 拿了两张 就刚刚各位看到的 TQC Plus上面 网页截取分析 我在2019年1月 去年的1月 然后呢 我现在教这个课程 我在2018年8月 也都有拿到 一到九类 也就是我自己都全部考过了 我才敢开这个课程 OK 当然呢 也辅导一些同学 去 这个我的证照 这长这样的 将来会有一张license OK 然后 之前也开过证照班 在文大那边 三十位同学 他们基本上 像各位一样 那个问卷填的结果 都选入门的比较多 我记得好像 甚至入门的 大概高达八成吧 后来这些同学 全部都通过了 而且哦 我们本来就像各位 上课是上一到五类 对不对 就后来呢 他们还觉得 一到五类太简单了 后来我有帮他们 再补六到九类 结果后来全部人都考六 就是一到九 也就考那个进阶那一张 而且基本上 我印象就好像是 全部都通过了 OK 那你说考这张 正是要什么帮助 我是觉得第一个 你自信心一定会建立 因为考过了 因为你要 能够在那个时间点 坐在电脑前面 给你题目 你要把全部的题目 都能够很顺利的 作答完毕 这件事应该不算太简单吧 OK 而且还要能够超过 70分以上 OK 那 这个部分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他我的频道 然后 这个是示意 考试就讲这样 跟各位讲 这个考试哦 它是采用 全部都电脑评分 电脑测验哦 也就是说 如果你作答完之后 你把你作答的程式 传上去 它会马上评分 也就是如果你评分完 假如说你是合格的话 它这边就有分数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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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四类的 20分 其他都10分 一到九类嘛 这个一到九类画面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 已经得到了70分的话 那表示你就通过了 OK 你如果假设说 你只要70分 后面题目不想做的话 也没关系 反正70分跟拿100分 都是一张证照 只是说荣誉心的问题 有的东西 不行 我一定要全部做完 OK 你一定要拿100分 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说 我只是要拿证照的话 那你就怎样 把那个 这个 分数 70分 你可以举手说 老师 我要 这个交券了 OK 他就会帮你把 这个档案 做处理完毕 好像两个礼拜之后 你就可以收到证照了 OK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考试流程 好 那再来的话 后面我们会有一本 那个上课用书 好像 然后我会 劳动部好像会给各位 有这个教材吧 所以这个教材的话 都是你们会拿到 他这本书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们这个证照考试的所有题本 都在这第一本 那第二本的话呢 是关于那个 就是其他部分 像初学特训班 这是我上一阶段 这个指定的教材 OK 那 今天的话呢 我想 我们还是要先开始 来完成第一阶段 就是有关那个 开发环境的建制 所以待会请各位 先确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先开启你的那个电脑 电脑里面先检查一下 因为我们这电脑 我记得好像只有C叠 好像没有D叠 那我是建议 将来那个 我们要用的环境 放在D叠可能比较适合 可是问题这边是没有 没有D叠 所以我们就放在C叠 那C叠里面的话 将来 如果你回到家 你可以在云端上面 所以刚刚我讲到 那个云端 云端白板上 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在云端 就是输入下面这个网址 你可以找到 有一个叫安装环境 安装环境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个叫Eclipse Python的懒人包 那请各位就把这两个档案给下载下来 不过我刚刚跟我讲 因为我们这边的频宽 可能有限制 所以待会 你先不要下载 因为也许前一期的同学 已经帮你下载在C叠了 所以你们等下检查一下 怎么检查呢 这两个档案是不是存在 你可以在你的C叠里面 找一下什么呢 有没有这两个压缩档 OK 我这边是有了 因为前一期上课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这两个是压缩档 到时候其实主要解压缩 按右键 解压缩字迟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你们可以检查一下 有没有这两个压缩档 解出来的结果 应该它会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C叠底下的 叫做Eclipse Python 所以如果假如说 你的电脑里面已经有的话 那跟各位讲 你就不用做了 你就先用好了 不然我怕等一下 大家一起下载 大家都塞车 反而我看到下课 都还没下载完成的话 那很太浪费时间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 先检查一下 你的C叠底下 有没有一个目录叫做Eclipse Eclipse 底线Python的这个目录 然后呢 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工具的话 基本上呢 就是直接什么 执行这个叫Eclipse 这个有一个叫Eclipse 的点EAC的程式 你把它点两下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使用了 那至于就是说 将来要怎么设定 我待会讲 你们先检查一下 先把它订阅一下 打开当然也许 有可能 你会看到之前 可能前一班做的内容 不过我们也许 再把它重新设定过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检查一下 你们的环境部分 今天我们至少 要完成几件事情 包含也许 第一个 你要懂得 怎么使用 这一个懒人包的环境 那至少 如果这边已经有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重新做 那另外的话 假设你回到家 也可以把这个环境 重新再 把它设定好 也就是你回到家之后 也可以有这个环境 可以使用 这样的话 你才有办法练习 OK OK 谢谢观看